Hello,欢迎收看口袋证券盘前素揽 首先,先来看一下今天重大讯息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于今天晚上 在杰克森霍尔全球央行行长年会发表谈话 两名美联储官员表示 FOMC可能即将完成升息 但不排除进一步升息的可能性 在市场方面,美国股市和美国国债权限下跌 推动两年期国债殖利率升至5%以上 美元对居时货币上涨 原油价格走高,金价小幅走低 而亚洲股指期货下跌 我们看一下昨天美股四大指数跟台股ADR的表现 焦点个股的部分 可以看到当天市值最高跟最少的公司排行 大家可以看一下近期重要新闻跟数据 来到台股部分 昨天嘉诚虽然开高 但今天很明显吃掉了昨天长红K 这表示昨天买的人今天都套牢 月线扣底值依旧在上方形成下弯 但投资人可以注意后续是否会跌破8月17的低点当判断 贵买明显还在箱形整理区间 但月线也依旧向下弯 整体形态比加全来的弱势 但昨天两个指数呈现了上涨有量下跌无量的格局 puts core ratio为88.4 才转为100以上两天 今天就遇到了压力 选择全位平仓为16400put 增加2948口为最大位平仓 16850扣增加13958口为最大位平仓 变动区间为16400-16850 昨日扣为17100往下移动 虽然昨天挥打财报亮眼 但过了一天AI相关类股接风云变色 出现了利多出镜的情况 昨日成交量放大 个股成交量也相对较大 如果个股跌破大量低点 投资人要多加留意哦 那我们下周见 拜拜